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公子波馬節目 看來要到4月20日才有轉機 社交距離措施才會放寬 因為跑馬的日子是3月20日香港打比大賽 星期日 足足一個月時間 我們忍耐一個月 希望一切順順利利 一個人做節目很寂寞 今集我找了一個拍檔來幫忙 就是我家的金財神 希望順順利利 因為我這次介紹的馬 我幾隻心碎有些都很冷 因為我現在是星期五晚上做節目 所以還沒有賠率 希望沒有賠率的干擾下可以做得更加好 有時候很有趣的看法 如果賠率出來了的時候 你看賠率好像自己覺得馬是分了等級 其實有時候是未必的 反而有時候沒有賠率跑馬 就會跑到比較懶的馬出來 我自己的心得是這樣 不過算了 最近都不是跑馬了 跑人而已 我們現在是說買莫黎拉 潘頓 還是田雞 情況其實不太好 因為其他騎士的表現不太好 整個油馬殼 去的時候就天下無敵 好像剛剛上星期三第九場 最後那隻蔡明肖騎 那隻赤馬雄鋒 要贏的時候就識飛 大部分時間的油馬殼 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希望那些本技騎士 尤其是何宅堯 很久沒有贏馬佬就整個月了 希望他可以做好一點 其實星期三會都有表現的 以戰養戰都衝上來 其實贏不了 希望何宅堯會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個很好的華人騎士 我經常都說何宅堯 蔡明肖 梁家俊 希望他們要努力 我再在節目中鼓勵這三位華人騎士 努力爭取成績 好 檢討上一次的賽事 我提供四隻馬 一 win 一 play Not good 希望繼續努力 第一隻我提供的馬上次是精算尺鹽 五班一千米 蔡漁漢騎 Bardle Bardle 不知道為什麼轉入直路的時候塞進去 塞了車 馬有飛的 以為他和第二場的金剛複星 但是Bardle 就是Bardle 不知道為什麼進去塞進去 所以沒有拍 那場馬 何宅堯都慢閘的 那隻應該很快放在頭的馬 有苗頭 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隻我提供的就是金剛複星 第二場 五班 一千六百五十米 又莫雷拉 騎到一絕 沒話要說了 拿位拿得很漂亮 捐出來 一步不蝕 衝出來就贏了 3.6倍 好了 第三隻我提供的馬是田太安騎的紅龍 在第五場 四班一六五零米 其實都不是說堵死的 去到末段都是亡胸 但是衝下去 沒有了上次的走勢 不知道為什麼 那場馬就爆了雷健威的陽明高高 在內檔節省了 一檔就爆了20倍 也是那場馬最爛的一隻馬 無話可說了 最後一隻我提供的馬就是冠寶區 當時來說是大熱門來的 最後的賠率是3.5倍 但是似乎就被季初的冠寶區下降了 即是跑回到最醒神的路程 1650米 最後追上來就得到第三 那一邊一批 那要留意 美場那隻冠寶區是馬雅騎的 那馬雅似乎騎的熱門馬有飛馬的壓力 我覺得騎的冷門馬就比較醒神 接下來的三二十個星期日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大家要留意 如果要到馬雅的就要看著賠率 即是騎熱門就不太穩陣 好了 星期三騎士王是莫雷拉 這次是輪魂到誰開呢 這間是揭曉了 那現在上一次就一V一批 希望這次就努力 努力 好 3月20日星期日沙田馬場 上演十常草地賽事 也是香港一年一度的大律子 就是四歲功名 一生一次的香港打比大賽 使用A跑道作賽 今季是第六次使用A跑道 上次用的時候也很接近 剛剛就是一個月前 2月20日 當日的十匹頭馬之中 只有這個奧游氣泡 象王和進易線三匹是排外檔起步 其餘七匹都是排中內檔起步 利中內檔的馬就比較多 記住 今次的奧游氣泡也會再推出 進易線也會再推出 兩隻的馬我都很喜歡 在A跑道上 看看能不能在跑道上連接 跑法方面 當然當日的十場頭馬 只有奧游氣泡一匹是使用放頭的跑法 那這場馬贏得很漂亮 其他九匹都是使用中置和後追跑法 那A跑道可以差不多都說了 就不理會放頭馬 那是不是對打比那場的一隻 熱滿加州星球有影響呢 我不知道 那一會兒打比那場我都會分析 暫時在A跑道贏馬最多的連馬才是希斯 但希斯最近沒有什麼表現 希斯過去一直就贏了八場馬 之後就是蔡約翰、羅富全贏了六場 明天蔡約翰、羅富全都放了那馬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騎士方面贏得最多的是潘頓贏了十一場 之後是莫雷拉贏了七場 那這些數據都是他們兩個的 但是你看到就是潘頓似乎跑到沙田的A跑道 都幾醒神的 守風幾順 那明天當然是整首核子武器 那這次3T有1,979萬的多寶 那星期日的賽事是一個大賽 四歲的打比大賽 那記得去年是由達森星星出的 是爆冷的 我記得好像是十一倍 那偉大那隻帳王 就是買回來跑打比 剛剛追不到田泰安 那今年的情況會怎樣呢 那今年的情況應該是 我稍後會提供幾隻馬 那也有些東西會告訴大家 關於打比大賽 那去年是大三星 那前年就是金槍六十 然後是天滿意 平海複星 佳龍區 其實很多馬都是有飛的 那因為那些情況就是 很多人都深知肚明自己的馬的力量去到哪裏 那明天打比那場馬的飛應該有些啟示 那我先介紹心水 那我第一場要的馬就是一場一號 第一隻要的馬是一場一號 蘇惠尼馬房巴道騎的勝利之王 那一隻四歲的發覺自購馬 那12月那時候就平六十四分起步 那跑了四場馬 那三萬似乎就不是去想的走勢了 那最後就落到四班 那跑那四場裡面 輸得最近就是有一次跑田草的千二米 就輸兩個多馬位給現在四戰全勝 平七十八分的威力崩騰 那一場馬跑第二的就是連連有刑 跑第三的是川甲鷹 勝利之王跑過第四 那上一場跑泥地格沙而已 那這次跑完那場泥地再減一減 就馬上來到四班 那我想如果能跑回那場威力崩騰 連連有刑川甲鷹那場馬的表演 其實有機會可以爭到的 那還有這場馬第一場就有一隻馬 同場有隻馬叫列豐蔡旭漢馬房 那這個身價很厲害 六十八萬歐羅 接近現在的匯率應該都是 六百八十萬七百萬港幣 馬一隻非常貴 那明天這隻馬應該是大熱門 那勝利之王無論如何都有票 那我希望會有五倍以上 那試一試這隻勝利之王 那我第一隻提供 好 第二場我提供一尺巨冷給大家 其實都是之前我的拍檔楊希跟開的 那就是特省蘇惠爾馬房 麗海榮劇 那其實今季都沒有原來好看 每次都慢閘 好像還沒跑就輸 就是得了在尾巴裡 那對上的賠率都是九十九倍 九十九倍 六十幾倍 可以說從未有增勝機會 當然這隻馬本身是很厲害的馬 大家記得以前潘倫贏的時候 早了兩年 那今季他都是集中跑短途 分別在035、062和202場次 那都試過在尾巴裡做一個快時間 雖然慢閘落後了 但是之後追上來都一定的走勢 那對上兩三場就連這些走勢都不賣 那上一場是一月沒跑的 那減分就減到50分 那他歷來的最低的評分是46分 那現在已經接近這隻馬力來的最低評分 那今場繼續用回黎海榮 那排二檔 那當然二檔不是一個好的檔位 但是一定有賠率 還是非常冷的 我估計是九十九倍 那我公子波馬 我第一次介紹一隻九十九倍的馬 如果不是九十九倍的話 大家還要小心 因為有些人注意 不過在過去一個多月的時間 其實他都拿回去重化操 分別在2月24日和3月10日試過兩個閘 都是贏的 那我始終相信這隻馬是有料到的 否則沒理由留下來 表現這麼差 那蘇惠蓮的馬房都是一個 不是需要保住那些馬 留在那裡爭取成績的一個馬房 那我想他留得下一定有 就是他還有爛船 還有三分釘 那我想 我不知道對之前那些晚集是甚麼意思 那我看完這場的表現 那其實這隻馬是有他的一定的實力 那我想九十九倍 那我先試一試 就是最害怕的是今場就吃不到 下場就換一些熱人上去吃 我最害怕這些東西 那我第二隻提供的就是二場三萬馬特省 蘇惠蓮馬房 麗海榮劇 那是一隻非常難的馬來的 那大家拖Q 可以四重彩 可以想想去 好了 第三隻提供的一隻熱門來的 七場六號馬 奧游氣泡 姚本輝馬房 潘頓 那這隻馬初出就跑第二 那再換潘頓 立即保重 那上次A跑道 全日唯一一隻由頭放回來的馬 姿態是非常輕鬆 非常輕鬆地輕鬆 這次繼續用潘頓 雖然姚本輝和潘頓這個鑽石拍檔 最後是不太靈 被你跟到的 不太靈 但是這次排五檔也是非常好跑 那當然是沒有賠率的 我估計臨場應該是大熱門 那大熱的拿來過關 反正之前也有兩隻馬 一場一號的勝利之王 和三場六號的特省都是藍馬 要一隻葉滿過關 好 接著第四隻馬 也是一隻藍馬 我要第九場五號馬 方家拍馬房 涉恩的王詐 如果沒有股場 當然是一隻十幾倍的馬 那今季都跑了五場 那還是沒有什麼表現 那上場跑谷草三班 1650就有東西看了 那八百多米 那時候落後七個馬米 之後美伯伯 做出全場第二塊的時間 那就巴毒 那麼就追回五個幾百位 跑第三 進了一個爛圍寺 那麼這次就過來沙田了 那麼不用巴毒 用了蝕恩 那九檔 那麼要考一下蝕恩的小功夫 那但是這隻馬應該是重新的 那還有 這場是第九場三寶刺關 三寶頭關呢 方家拍有隻多巴先生在那裡 也是一隻很有機會增成的馬 就是會不會是製造一口孖寶呢 我想試試這隻馬 那麼 好 那這隻馬應該是有賠率的 黃詐 那麼看看可不可以有回 看看可不可以有回上場 法國1650的表現 好 除了這四隻馬之外 這四隻我的重心提供 分別是第一場一號馬的勝利之王 第三場的六號馬特省 第七場的六號馬奧游氣泡 和第九場的五號馬黃詐 那很爛的那些就大家記住 有時拖Q拖賣 另外這隻馬我挺喜歡的 另外提供 那就是進益線 六場 三號馬進益線 這次用田泰安 雖然三次今季三節都是1400米 但是這隻馬上一年的今天打比日 它是贏的 那部署也是挺相似 那麼剛剛跑那場潘明輝就山山來遲 那麼追不到 追不到 應該連三格都沒有 對了 那麼對上那兩次贏得很漂亮 我都中了一次的十幾倍進益線 這是好馬來的 那這次就跑1600米 用田泰安 那我想都是發揮末段後勁 那增情 我覺得是 如果明天有賠率的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想如果是那些十倍才吃的 那麼提提大家 沈特明馬房 配田泰安 新鮮配搭 那就是這個進益線 是我四隻深水以外的額外提供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那我們開始明天的三寶場節 那三寶場節就是打比 第一關就是第八場的香港打比大賽 那麼要提回一個數據 近十年的打比馬之中 十年的數據 是通常贏的馬匹都是之前在香港贏過馬 所以未贏過那些實力會大差折扣 那麼我們看看 明天這個打比馬 未贏過馬也有很多 其中有機會熱門的 就有包裝自威 以及刀靈太陽 另外發財先鋒 黑桃火箭三江飛輪 一先生 以及飛天神區 都是未贏過馬的 那麼其實同場只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隻馬是贏過馬 如果這個數據是穩陣的 那麼明天可能 打比的半軍都是不出這七隻馬 那麼當然 第一隻我要提供的就是加州星球 那麼上次就一放到底 那麼但是那場其實的步速是對他不利的 那麼如果這次的頭段可以控制得再慢一點 再逐段加快就很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上次 其實他有一些扣鋁幫他做步速 例如落滿貫 那麼這次有沒有這麼幸運呢 那麼我不敢說 那麼當然加州星球是一隻很好的馬 那麼第一隻我提供的是加州星球 那麼第二隻就不用說了 就是浪漫勇士 那麼上一次田泰安 我覺得跑到幾不知所謂 這次跑八檔又怎樣 如果計馬呢 應該是 我覺得浪漫勇士是在意望一的 但是我恐慌一件事就是 會不會是在高峰下來了這隻馬 因為之前他贏得最多馬的一場馬 一隻馬來的同尺 已經贏了四五場馬 那麼這次上一次的表現這麼不濟 那麼這次會不會 就是我不敢說這些話 那麼第二隻我要回浪漫勇士 那麼第三隻呢 就是我才是我這場的目標 就是五號的樂滿冠 那麼這隻馬就是一隻好馬來的 那麼今季也是贏過馬 那麼上一場以一個快步速來說 也是跟得太前 那麼還有他有一點 我覺得他是在幫加州星球做著補速的 所以最後就沒有也都很合理 那麼 還有這隻馬還沒跑過二千米的 那麼也是十級而上 由1200跑1400到1600 上場是1800 其實上場都輸得不太遠了 我這次就循序漸進去到二千米 那麼也都不會有人當成目標 應該一定是十倍以上 十五倍以上 沒有什麼包袱之下 會不會是 郭惠琪這次不用跟加州星球做部速判的抵出呢 我有一點見解 於是同場馬我就要了加州星球 浪漫勇士樂滿冠 那麼其實就介紹了四重彩 那麼 剛才我講過了 方家法馬房有一隻馬就是多巴先生 他也是同場14隻馬跑打比 唯一一隻真的二千米贏過馬 有賽職的一隻馬 還有多巴先生外面的風聲都很高 那麼如果你夠膽 頭那幾隻馬 譬如你夠膽 超科華之後 你覺得那些分數不太好 就是他們要虧 虧了一些分數 因為明天跑平黨賽 那麼其實頭那六隻馬 你夠膽不要 巴莊智威和都靈太陽 其實只剩下四隻馬 就是加州星球 浪漫勇士 多巴先生 還有一隻會是很懶的樂滿冠 那麼我介紹的四重彩 還有四連環是這四隻馬 那麼其中我會留意一下 或者我的駐馬會買一下樂滿冠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是一隻好馬 實而不華 而且不會成為別人的目標 那麼明天大家可以試一試樂滿冠 好第二關 第九場 美好世界 上場潘頓剛剛贏了馬 這次排十四檔 有潘頓應該不會有問題 那我要回來 第二隻就是我介紹了黃詐 應該是南門 第三隻就是大紅袍 那要得美好世界 當然我想要買 不要留了羅庫泉的第二隻 好了最後如果 熱門應該 呂健威馬雅琪的金髮盛世為熱門 但是我剛才說了 當馬雅揹很多票的時候 就會有壓力 可能也是列青 那麼冷門的表現會好很多 所以我這場就大膽一點 撕多一隻金髮盛世 那我要美好世界的黃詐和大紅袍 好了 第十場 其實我的重心就是風火戰區 上場終於跑短途了 後上如飛 用楊明倫 抵出跑第二 那這次用莫萊拉了 二檔 正路應該去吧 除非不是 同一個路程 加強配搭 但是最重要的一定是由冷變熱 因為最近的賽事尾場都是開冷馬多 所以大家要小心 那我第一隻要風火戰區 接著就要回幸運游里 又是跑短途更加好的馬 你來四次跑1200是全部入Q的 田泰安也是最佳拍檔 十二檔都沒有所謂 田街都是外面衝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放頭 那要得莫萊拉 那就要包含田泰安 這兩兄弟最近都經常包含了 大家都知道他們兩個好朋友 那未詳遇一對兄弟 就是要莫萊拉和田泰安 那就是風火戰區和幸運游里 那重複我三百個提供 頭關我要 諾滿冠 浪漫勇士加州星球 第二關我要美好世界 黃渣和大紅袍 第三關我要風火戰區 幸運有利 那三三該九 九二十八十八住 那看看明天有沒有機會 明中三寶 那騎士王方面呢 那我是要這個潘頓的 那我覺得明天潘頓手馬就 還有莫萊拉剛剛贏了騎士王 那輪換應該輪到潘頓開 不過沒有什麼賠率而已 不是一些好介紹 就是覺得潘頓會拿成騎士王 好了 那波那裡連續登了兩次 所以請財神出來 上次我介紹一場球 李懿最後輸1比2給車路士 我都不... 最近不太旺了 流流地 我這次也是介紹兩場球 分別是星期六的第三場 港島三戰對川崎前鋒 讓球盤就川崎前鋒作客讓評判 我覺得川崎前鋒是要得過的 因為川崎前鋒是一隊很正氣的球 在日本球裡面 現在已經是榜首了 港島三戰近兩年就一層白踩了 現在是榜尾 還沒開齋的 明天主場對川崎前鋒 如果正路來說我選擇川崎前鋒 另外就是第二場的 我要星期六晚的22場 阿士東維拉對阿仙奴 上場 阿士東維拉就輸了1比0 金身是破了 阿仙奴也是輸球的 輸給利記2比0 這次阿士東維拉回到主場 雖然現在的分數都在中游上沒有什麼好爭 但是借拉特帶隊的阿士東維拉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問題 現在的盤路是 阿士東維拉受讓評判 那我要回到下盤 我要阿士東維拉 那我介紹兩場 分別就是 星期六的第三場 港島三戰對川崎前鋒的讓球盤 我要 川崎前鋒讓評判 我要上盤 另一個就是穿上去 星期六的22場 阿士東維拉對阿仙奴 我要 阿士東維拉主場受讓評判 這兩關穿在一起 買回200元玩一下 試一下運氣 好 那球是介紹這麽多 明天記住 我和神秘人 明天都希望 樂滿冠有些表現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馬的級數 其實不會輸蝕給那些 浪漫勇士 加州星球 明天希望他會 潘明輝跨下會有好的表現 好 那今集的公子波馬時間到這麽多 希望大家保持身心健康 繼續抗疫 很快 我想生活就會回復正常 先說到這麽多 希望大家 星期日的香港打比魚賽 欣賞精彩賽事之餘 還贏多些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住 like share 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